一个薪水 而是真的想做一点事情 而且还蛮有趣的 所以其实我做这些东西 其实因为兴趣 慢慢的越做越开心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在YouTube上面 Google上面 蛮容易找到我 所以如果你要搜寻我的话 很简单 你只要Google吴老师 全世界下吴老师的非常多 那大概前 前三个连结都是我的 还有啦 第一个page几乎一半连结都我的 你可以找找看 第二个的话 我的教学呢 当然EASL VBA之外 举凡只要是城市有关的课程 我都教过 那最近还教一些像Python 各位应该知道 这个延伸性的课程 又更厉害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可以浅也可以深 那现在比较 会用到的是跨领域的 跨工具的 不是单一工具 所以你可能要了解的东西 可能还要稍微多一点点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第一个培养兴趣 第二个养成学习的好习惯 随时都在学习 像我自己也都在学习 我不是说我今天 什么都自己就会了 因为我前面没有人 因为我自己要学会 然后告诉你们 怎么做最简单 所以有些东西 如果没讲到的 表示说你们暂时可以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书店找一些书籍 OK 那第一个 那我教过的程式太多了 举凡是VBA 刚刚讲的Python 或者手机的APP 等等只要跟程式有关的 几乎都教过 那我的经验的话 我曾经有创业经验 我在电脑公司执行长五年的经历 也得了一个杰出创业凯模的奖项 然后在学校也担任 接任助理教授 还有一些单位 还有那个业界专家等等 一些东西都教学 那再来的话 因为在原字开的那个大数据分析课程 还有APP的开发 所以TPPS去采访我 主要因为 真的很少有老师愿意到学校 教一些比较实物面的东西 所以学生毕业之后 他又要花时间去补习 浪费时间 所以我在还没毕业之前 就向他们先学会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厂工业基因会 颁的奖项给我 名称就是卓越贡献教师 感觉很沉重 我拿到这个奖项那时候 想说 因为我认证那么久了 会不会有单位颁个奖给我 因为我又看那个什么金钟奖 金马奖 老师有没有奖 结果他就颁一个奖给我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 叫喜事一定会成双 所以 最近文化大学进入退工 又颁一个奖给我 叫什么呢 叫趋势先锋奖 感觉又更沉重了 趋势先锋 那其实也是因为 历来我都是开 业界刚好目前在用 我就已经把它整理成课程 并且让同学上 像BBA也是一样 所以BBA的授课情况 其实相当的很好 在东吴竞秀推广部的话 推广部跟清大的推广部都有开 而且报名情况都相当踊跃 几乎是秒杀的 不是像那个天团那个 但是感觉也有那个天团的威力 那主要因为 这个其实蛮重要就是 你要做一个上班族是传统的上班族 还是新一代的上班族 你的level有没有up 有没有 上班族现在工业有4.0 上班族是不是应该也要4.0了 如果你在技能上面没有达到4.0的话 你真的会非常辛苦 很多事情真的很简单 真的一件就下课了 下班的 那如果你不会 那你就慢慢弄吧 那如果每天都在做重复 而且类似的事情 你不烦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那流程简化 那相信你可以 在工作上面也可以得到成就感 这个当然是 我的一个想法 那我的证照也是 电脑类证照一堆 也上一几张 不过这也是因为之前跟工作有点关系 我也跟那个认证也有点关联 然后另外我的YouTube频道 因为我上课会把它全程录下来 然后我也会po一些在YouTube上面 当然你们会看到全程 因为我会把它录下来 所以之后的上课 如果有部分你不太熟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都太担心 放轻松 先了解就好 那我的观看之类非常多了 大概几百万次了 然后订阅人数也大概1.8K了 一万八千多人 电脑频道里面能够有这么多订阅人数 应该算多的 但你不能跟那个网红比 那网红都是几十万的 我看 当然我不能比 可是如果是教学类的 我应该是排在最 排在还蛮前面的 不敢说最前面 OK 那相关的参考用书在讲义里面有 我想你们自己再会看一下 我比较推荐这本 因为这本有468招 它其实就是把那个 一键里面250几个函数把它汇整成468个范例 然后呢 你要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上课的有些题目 可能也从这边做一些参考 但是它有个缺点 第一个它解答太啰嗦了 这边用函数 可是它讲的不是很清楚 第二个呢 它没有VBA 那我都会补上 所以如果说以后 假如你上完我的课 你希望再练习的话 你可以拿这本里面的范例 如果你可以把它全部做完 我相信你的Excel 应该是已经下下降了 而且你在职场上面 应该已经达人等级了 OK 不过前提可能还是要练一点功 因为我们这本课 比较偏实作 不是说用听的看的知道就好了 一定要做出成果 所以这个比较特别一点 另外VBA的知识 那又跟程式设计有关 那这部分我是建议 如果你想要补足那个 你程式设计 这部分理论的相关不足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这两本书 那上面这本是日本人写的 下面这本的话 它是那个对岸的 现在对岸蛮厉害的 那它书名还蛮好的 叫一Sale VBA 一点都不难 一键搞定所有报表 非常爽动 所以这本书一上架 马上就卖完了 而且卖得非常好 但是有人把它买回来看之后 发现书名太爽动了 念完之后发现 VBA一点都不简单 它里面理论写的 我是觉得已经算简单了 它一点都不难是我们看是一点都不难 但你们看还是一点都不简单 所以有些同学也是坊间买了一堆书 然后呢 请我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本是不适合我 那我就说这本好像比较适合我 于是他就把那本书送给我了 我念完再告诉你答案好了 因为你毕竟说真的你没有那些基础 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其实真的会遇到一个问题 有看没有懂 还有你可能做不出来 即便你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照着做 还是做不出来 还有他书里面程式有BUG 知道什么叫BUG吧 就是程式有错误 怎么办呢 我要帮他除错 很多书都有BUG 怎么办 那如果像你们入门的话 哇卡关了 怎么办做不下去了 所以很多人呢 常想说老师那不如我来上课好了 真的 与其说你在那边乱试 试了半天 倒不如有系统的上一下课 那后面当然还有比较进阶的 可能跟资料库有关的 跟VBA的计法有关的 那这些书我都会把它融入到我们课程里面 那当然我不局限于某一本书 因为书的 当然最高进阶是没有书的 OK 就跟那个武林小说一样 最厉害的是没有招 对不对 张三峰讲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后面要讲的就是有关 刚刚讲的讲师的简介啦 参考书目 再来的话我们要进入到课程 所以后面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实作了 所以接下来呢 请各位呢 帮我先开启那个综合练习档 哪一个档呢 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我们后面基本上会分成五大类 反正这三十六小时呢 我们就循序渐进的 把这些ECL里面最重要的ECL函数 跟各位做说明 那解题的方式一定会先从 比较高阶的函数 再到聚集或V 聚集可能是阶段性的 也将各位录制聚集 再来就是VBA部分 所以请各位呢 先第一个 帮我先开启那个我们的范例档案 范例档案里面的文字与资料函数 的第一个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这个练习题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综合练习 那这个练习题的需求非常简单 请你帮我把什么呢 把那个后面这三栏 F栏到F到H栏 这三个栏位的资料怎么样 帮我串接成为一个电话号码 就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范例在上面 这边 然后呢 里面可能会有需要一个规则 前面是09 然后呢 11 1杠 - 然后呢 084 1杠 007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用什么方法来做 会是最简单的 方法他很多啦 最笨的方法是 这边图法量用打的 那可能稍微聪明一点的话 你可能可以用几个函数 包含就是什么呢 REPT 加LEN 那这个地方还需要一个串接的部分 反正这边讲不要基本 那REPT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重复几个零 REPT REPEAT REPEAT 几个零 那LEN是什么作用呢 就是判断 那个G欄跟H欄里面的资料 到底有几个字 OK 那几个字什么意思啊 因为我们一定要三个字 所以呢 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里面只有两个字 就补一个零 一个字就补两个零 那基本上就是规则 基本上你可以用什么去推敲呢 你可以用3 有没有 3减掉什么呢 减掉里面有几个字 那里面有几个字就LEN LEN知道有两个字 3减掉2 1一个字 那他就先补一个零 那那个007 3减掉1 那就是 2嘛 那就补两个零 在前面 OK 那当然方法 除了第一种方法之外 当然你还有第二种方法 还有 后面我们会提到 如果我希望让他加快速度 那我也没有什么方法更快 有 比如说什么呢 你可以在这边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按钮 按钮按下去全部跑完 或者第二种方法是 插入函数的时候 可以 自动产生 不是自动产生 你要去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也许是一个手机的函数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很快的把 123 三个资料给他 他会自动帮你把结果 返还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那后面这些都是所谓VBA的部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吧 先想想看函数怎么解 再来后面我们才会再来讲 那个VBA的方式怎么做 中间可能会有一个录制聚集 也许 假设你程师还不会写 你可以先用录制的 那怎么录制 我们待会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 如果你对REPT加LEM不熟的话 请各位看一下 前面有那个一个工作表REPT 那你可以把它切到前面 稍微简单练习一下 其实REPT 我相信应该有些同学 从来没用过 没用过没关系 插入函数里面找一下那个文字 文字类里面呢 找R开头的 往下找 REPT就有了 那其实使用函数 我想尽量还是掌握那个相关原则 它会需要几个引数 后面的引数 那你就比如说它需要三个 两个引数 两个格子 第一个是什么呢 Test 你要重复什么东西啊 重复信号 那重复几次啊 根据这个销售量 那底下有说明 100个给一颗星 所以记得把它除100 除100 OK 除100之后的话呢 那后面是1.58 各位可以看到 但是如果说呢 你要比较精确的 就是要把0.58给去掉 那0.58怎么去掉呢 基本上你可以用一个函数 就是求整数部分 那就是INT函数 INT把它补在前面 前刮弧 然后再后刮弧 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发现本来1.58 这个后面的资料就变1了 那其实INT呢 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无条件舍去小数点 其实INT就Integer Integer就是取整数的意思 就整数的意思 OK那这个地方 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当然会帮你把一颗星抓到 向下填满的话呢 当然它会帮你把其他做完 不过呢 向下填满错误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记得你如果向下填满的话 它的裂号会增加 所以列号C1的E 你不能够没有把它锁起来 所以一定要记得 在E的前面怎么样 加一个前的符号 因为向下填满 那个列号会增加 E会变2 这是基本规则 那你向右填满是C 会变D D会变E 那因为我们是向下填满 所以记得 如果你要固定在C1的话 记得只要锁E就可以了 这边只要锁E 以前可能你们学过的 应该是两个都锁了 不过两个都锁 我是觉得不够正确 你根本C不用锁 你干嘛锁 OK 所以基本上锁一个E 按确定 然后把它向下填满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REPD就做出来了 OK 所以第一个 因为后面我们会用到综合认识 REPD 第二个呢 LEN 所以你也许切到LEN AND MID 这个地方我们顺便把那个 这个什么呢 这个 文字函数 最重要那几个都都把它练习一下 REPD LEN 然后切割字串一定会MID MID 然后呢 左边就是LEFT 右边就RIGHT 那藉由这些函数呢 可以取得你储存格 里面需要的文字 不是全部哦 你可能部分 比如说什么呢 长度部分 你可以用LEN 插入函数 假设这边可以练习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字 那你可以用什么呢 LEN 他只需要一个 一个引数 就是文字 他就给他 身份字号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帮你算出来了 那为什么要需要算身份字号呢 就是要判断 这个身份字号到底是否正确 所以如果旁边还要需要一个判断的话 也许你可以在D欄的地方 再插入一个什么呢 逻辑 这个是下一个单元会讲的 不过我想逻辑也非常重要 判断是否正确的话 你可以再切到逻辑里面的IF IF什么呢 如果它里面的长度等于10个的话 那表示是正确 那我可以给他一个Y 反之的话呢 就是N 就是NO 正确与否 OK 那你把它按确定之后的话 在D欄的地方 会显示正确或不正确 所以我们顺便练习 这个主要是 有点像那个 吃饭的前菜 后面才是真的是综合练习 因为你如果要把Excel效率提高 跟各位讲一下 在Excel里面的函数 这边总共有250几个 可能你每个都要知道什么作用 不然的话 有些事情你可能会做不出来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 像我们刚刚文字类 我习惯是把它分类 因为你如果不分类的话 从头到尾太多了 那如果分类的话 一类一类来看的话 可能会相对的比较简单 所以第一个 那里面的话 我们刚刚有用到这两个 请各位先试试看 后面再去判断Yes或No 底下还有一个练习 就是性别 性别的话呢 这个可能需要用到什么 用到抓身份证的第几码 第二码 对 那要抓第二码来判断 如果是一就是男生 二的话就是女生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抓到之后 帮我判断完 把性别输入到这边 这个题目 也许可以试试看 我想这应该不难 但是这边会有陷阱 可能要知道一下 密的函数部分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多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